小姐... 我的薄木去世了,據說自殺了 應該是無法忍受整個家族的迫害吧 真可憐薄木 老老實實的尊從規則就剝落得這麼苟延殘喘的地步了 无法理解伯母的想法 我们不是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以人权了吗? 成为德雷比斯加的祭品 还可以留下活顾的证明呢? 伯母是谁啊? 就刚刚在外面上吊那个 我最爱的祖父去天国了 在他的生命的最后 他托付我说 德雷比斯加就交给你了 你是想让我实现代代继承 德雷比斯加的野心吧? 明白了祖父 一切都由我来继承 我该怎么办呢? 我会托付了禁忌的研究 这太刺激了 害的心跳都停不下来 真太美好了 是我妈妈的妈妈 这是我的外婆死掉了 就自杀吧? 对不对? 然后外公托付给我妈妈 德雷比斯加的一个 祖母对我说过 祖父的遗言 不要太认真对待 她还说 永远的美 是留下子孙 继续开来的 但是我还是想实现祖父的愿望 当然了 祖母的愿望 我也要 我该怎么做呢? 就是做人偶啊 留下永远的美啊 我像祖父和祖母期望那样 阿雅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如果祖父还活着 估计会让她整天学习吧 虽然我想实现祖父的愿望 但不太想让阿雅有难过的回忆 所以从此今后 我也会让这个孩子自由活动 没关系的 我相信这个孩子 这孩子一定会成为优秀的 德雷比斯家的继承人 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啊 可是这边是妈妈呢 这是爸爸的日记 记忆的房间 没有使用过痕迹 全新的绳索 回封信 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我知道你很忙 一句话就好 让我知道你的回答吧 难道你在怀疑我 我真心 天地可见 绝对没有半点虚伪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知道写这些东西 可能会让你讨厌 但一见到你那疯狂的身姿 就让我无法控制 心跳加速 第一次见到你时 你是打算杀了我的 在临死时 我的心跳很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 现在想起来依旧 心跳不已 但这绝对不是因为害怕的心跳 而是因为激动的心跳 因为我是如此的想要 你的一切 你的一切 不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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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要找个疯狂科学家的 丈夫来嫁吧 他想要找一个疯狂科学家来嫁 所以他寄给很多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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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特应该是爸爸 没错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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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要自己做这些事情啊 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所以找一个 找一个男人来嫁 所以他寄给很多男人 莱特应该就是爸爸的 就這前面了 給個存檔點 真假的 哇塞 這可以讓我拿寶珠啦 哇,這種寶珠全部拿起,反而麻煩 嘖 魔法順水 那所以剛剛那個性要怎麼解釋啊 跟穆寧卡明顯是媽媽,媽媽寄那個性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不是媽媽想找對象的話 這樣就解釋不通了不是嗎 然後爸爸其實知道自己有問題 所以希望不要和自己一樣的結果 對啊,這個沒有,跟我剛剛講的沒有任何的問題啊 因為剛剛那個在狗狗房間那看到的不就是 爸爸發現媽媽想要讓阿雅變這個樣子嗎 而且我們在第一週末的時候有看到一些電劇 爸爸不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出現在阿雅面前 因為都是媽媽準備好的啊 如果這樣解釋不就比較正確嗎 嗯 爸爸 果然是父親 你長大了,阿雅 我真的好想見你一面 我也是 一直想見你呢,父親 我的心境 果然沒有改變喔 那邊跟之前一樣 伯母 伯母 伯母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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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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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錯了 為什麼我們直接砍大吧 - 追回淨吐- 喔- 等了- 嗯,長大了果然會直接關門 - 嗚!- 哥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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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不想看他被砍- 這次沒有娃娃會找我腳了- 為什麼要逃呢?- 我的願望明明只有一個- 發現了阿呀- 他會砍嗎?- 阿呀- 哈哈哈哈... 捉迷藏结束了 得让你没有办法再逃才行啊 虽然爸爸不想伤害你 但没办法了 双腿可以藏在裙子下面 不会太显眼 应该可以 哎呀 别担心 你以后会和爸爸永远在一起的 安心地睡吧 爸爸爱你 我也爱你 爸爸 我没有一天 不思念爸爸和妈妈的 我果然还是 想和爸爸跟妈妈在一起 所以 你可以随时处置我了 大小姐 这声音是玛丽亚 整个眼睛啊 大小姐 我不能丢下玛丽亚 魔法胜水 用这个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啊呀 爸爸 我现在能够理解 您为什么想把我做成人偶了 因为活着 是这么痛苦的事 但是我还是不能停止活下去 那一天的事 像磕在脑海里 一样挥之不去 想忘记 也忘不掉呢 这可能就是 夹在德雷比斯家族上的诅咒吧 阿雅 爸爸 我要活下去 沿通你的份 一起 背负着诅咒活下去 阿雅 要幸福啊 要幸福啊 看完解毒药 起笑了 太好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如果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那就大错乐错了 如果你不在了 那我 别哭 玛丽亚 让大小姐 遭受这样的苦难 我无法原谅呢 我一定会找出 那个黑色披风老太太 解决她的 不用做到那样 那个老婆婆 一定是使神吧 天上的神仙 果然都在看着我们呢 就算怎么反抗 也逃不开宿命的 但这样就好了 不管今后有什么在等着我 我也会 全部接受的 玛丽亚 你愿意 跟着这样的我吗 现在说这些 我的决心 从哪天晚上 都没有改变哦 大小姐 我愿意 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哎 哎呀 愿你此生幸福 刚刚为什么 有一句话跳掉了 愿你幸福 可他现在还在做人偶呢 吃我一笑吗 那就还好 对啊 这是阿雅父亲讲的 愿你此生幸福 完了一个 这种算翻外边吧 这应该没有这一点吧 那宝石 其实不用全部收集 其实全部是吗 因为宝石好像到最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方面变了 变成阿雅在做娃娃吗 好恐怖 还是你害怕阿雅在做什么 享受新的恐怖演出 拍下新增的三张图片 主界面的风景 这个没有见过 这是什么 如果你在不续关的情况下通关游戏即可解锁 不续关就是一口气走完对不对 我上次做的 我记得 这个 这三张 这三张图 伊莲 为什么是伊莲啊 这不是减吗 他被我杀掉了耶 伊莲 十字架人偶就不知道是谁了 他在讲谁呢 怎么可能不存档一次走完 也真的太厉害了吧 那我们来最后整理一下 咳咳 这个 阿雅德雷比斯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性的阿伊亚 在郊外的大山深处和玛利亚共同经营了一间诊所 应该就这样 这款游戏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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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所以到底是德雷比斯家到底是妈妈还是爸爸 我们好像还没有得到一个共识诶 等一下等下等下等下 你们是觉得是妈妈家还是爸爸家 我刚开始 我先讲一下我刚开始的想法是 妈妈 反正妈妈的爸爸 外公 要他维持这个 传统 然后外婆觉得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应该要生更多小孩 让他们延续后代什么有的没有的 然后他们受不了 妈妈还是受不了了 就自杀这样子 我不确定妈妈有没有自杀 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商调的图 他写德雷比斯家支持 比方说他们家族有人自杀 然后爸爸是疯狂科学家 没错 所以 妈妈 有寄信给监狱啊 寄信找十个人 找很多人 早上找这种类型的人家 来可以符合 可以完成他们 德雷比斯家的一个传统 好 然后爸爸变得变本加厉了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那个杀掉 爸爸的那个日记里面有提到说 他没有想要让那个女儿 就是我们阿雅做跟他一样的事情 他只是要把阿雅 那个纯真最好最美的的样子保留住 可是他发现 妈妈一直灌输他要 继承德雷比斯家的事情 可是他明明有 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在说 他 让他自由耶 可是为什么要让电锯啊 让那些东西放到阿雅前面 妈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阿雅也学坏了嘛 因为他去杀猫了嘛 我们都看到了 上吊的是伯母 妈妈只是奉刺 你说为什么要抵抗的感觉 伯母哦 好吧 伯母到底是谁啊 哎呀我讲错了啊 伯母 伯母应该是爸爸的妈妈吧 妈妈要找疯狂的人 就是老公嘛 但不确定有没有找到 爸爸有问题 可能是已经被妈妈洗脑了 才有问题 应该是找到了吧 那个莱特应该就是我爸爸 就是狂妇了吧 所以妈妈也不用自己亲手做啦 因为给爸爸做就好啦 所以他支持爸爸的那些所有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反对爸爸所有的事情 他对爸爸有意见的就只有他跟那个玛丽亚 有外情而已啊 对不对 OK那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就我就解开了我心中这款游戏的一些谜题了 大家都觉得是妈妈爸爸入罪嘛 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那这款游戏 我自己是觉得 以剧情来说 很新颖嘛 还有一些 惊吓人的点 都做得很好 但是 比方说翻译的部分 我觉得有点问题啊 很多的地方还有错字 最常见的的 还有一些字的错位 小小的问题 还有一些转场 我觉得有点生硬耶 不知道是原本也是这样 比方说 妈妈 那个时候到了异世界以后 要给妈妈泼圣水 那个突然转到 回忆起那个推销员 跟你说有了圣水这件事情 就一个很奇怪的 我觉得断得非常奇怪 可是妈妈不是有反对 爸爸把阿雅做成人偶 没错啊 因为阿雅是唯一的继承人啊 你把阿雅做成 因为妈妈是说 你要做人偶 可是没有要你做阿雅 因为阿雅是 德雷比斯加的继承人 但是爸爸已经疯狂到 要把阿雅做成人偶 妈妈才会反对爸爸做人偶 这样子 才会反对爸爸 把阿雅变成人偶 其实就是双方都有问题 可爸爸就是有点超过了 妈妈所想象的 那个这种疯狂了 不过我们这样子 讨论讨论应该差不多了 妈妈想用阿雅继承下去 但爸爸不想要 所以爸爸才会把阿雅 做成人偶 阿雅如果被做成人偶 就不会不能继承了 所以反对爸爸 把阿雅做成人偶 对对对 没错是这样子 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没错 就是这样子 自杀应该是妈妈的伯母 妈妈的伯母 妈妈的伯母 是爸爸的妈妈吗 是这样吗 因为伯母到底是谁 如果是妈妈叫爸爸的妈妈 会叫伯母吗 也不会 应该只叫妈妈 如果不叫他妈妈的话 叫他什么 伯母吗 我不太确定伯母是谁 到底是什么身份 不过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伯母有自杀 还有一个框框是给他说 德雷比斯加的知识 是德雷比斯加的 炮灰 好的 但我的评比里 还是都是两个五颗星 因为该做就做得很好 但没有到满分 如果是要套到我的 那个评分里面 我看看我想想看 应该没有办法超过 杀戮天使 也没有办法超过黑森艇 化妆镜应该也是 没有办法超过 虚幻小镇 好像也没有超过虚幻小镇 他可以赢阿利亚吗 不过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情怀的部分 而且 以前就做这么好 可是如果 魔女之家重制的话 这个绝对赢魔女之家 这没什么问题 剧情的深度是赢魔女之家的 魔女之家只是最后的一个反转 我给列车因为还没有结局 我不想动他 他也有赢黑山羊 红山羊 那 好的 那我们就玩到这边 应该差不多了 好 感谢各位收看 陪我玩了这一款狂复 我们一共开了 四次 三次台 对不对 对 我们开了三次台 行众排名 有啊 在我的下面 那个实况记录里面有啊 我有提啊 我有提的那个 你点我那个实况下面 应该是每一个 我每个影片都有提啊 这下面都有我的连结 可以进去看看 如果想有实况 欢迎点个订阅 也可以点个喜欢 也可以在 TuneCue 点个追随 嗯 TuneCue人还是很少 怎么办呢 我们就下次实况实践了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